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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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現在是五點一分 我們先來關心天氣 今天是禮拜五 今天是禮拜六 那禮拜六到禮拜天的早上 東北季風增強 頭昏一白到宜蘭 高溫會降三到五度 那蠻涼的 其他的所在也會降一到兩度 北北季宜 如河會比較明顯 那其他地方都是多雲實情 多雲稻情的好天氣 禮拜到拜陰 水氣會比較少 那拜三開始 東北季風再增強 氣溫又會再下降 那今天台北股市 也是拼拼拼拼 台積電今天一開盤 沖破1100塊的大關 指數大漲660點 重到23700幾點 不過後來有些股票開高以後就下殺了 那最後台積電漲勢也收斂了 中廠還是漲了433點 收23487點 成交量是4849億 這個我們昨天有跟大家報告 因為台積電昨天開法人說明會 那董事長魏哲嘉 說AI的需求很瘋狂 而且現在才開始而已 這個事情讓台積電在美國的ADR 也就是美國純托憑證 漲了9.79% 踢敲一聲啦 台積電ADR來到205.84美元 所以呢 這個有影響到台積電今天開盤 就起60塊 這個股價刷新歷史新高 那麼這個事情也帶動了金融股 跟傳統產業股 好那最後啊 台積電是收1085 漲了50塊 光台積電一間公司的成交量 就有923億 你看嚇不嚇人啊 923億 這已經比過去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整個股市一天的成交量還要多了 紅海今天跌一塊 廣達漲6塊半 成名漲5塊5 聯發科漲30塊 那這個大家都在猜 台積電啊 今年的EPS會多少 我覺得啊 差異很大啦 好 比較少的說 他今年會賺44塊9 普通的說他會賺57塊半 最六塊的說他會賺73塊半 那股怎麼會差那麼多啊 好那明年呢 明年他們估啊 這個會賺61塊3 後年會賺78塊2 那換句話說什麼 換句話說 每年啊 都一直在成長 看起來是很好的 台積電 好那麼啊 今天外資買超了566億 投信賣超7億 自營商買超96億 三大法人啊 總共買超了654億 但是要特別跟大家說 這個上市上櫃加起來 一千多家啊 漲的只有三分之一 雖然漲了六百多 四百多點 但是漲的只有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都跌喔 傳統產業股 表現普通都賣啦 國泰金今天倒是創 波段新高 國泰金收盤69塊8 元大金今天也漲了2% 33塊5 好那麼 今天的OTC啊 是跌了3.09點 收盤是268 268.69點 成交量是1129億 加起來已經是 上市上會加起來已經6000億囉 你想要6000億 有多少人做當衝 我想如果四千來算 有兩千幾億在裡面 衝來衝去 好那今天台幣升值了8.5分 收盤是一塊美金換 32.083收盤 啊 台北外匯市場的成交量 17.31億的美金 欸 欸 這個台積電的漲 也帶動了美股 喔 欸 Dow Jones 漲了161塊 啊 對不起 161.35點 S&P500小跌0.02% 等於平盤 納斯達克小漲 0.04% 廢城半導體 漲了0.95% 喔 那 台積電的大客戶 NVIDIA 也漲了0.9% 收136.93美元 喔 這個 NVIDIA 啊 已經又也來到了 啊 上一波的高點了 喔 好 那 欸 除此之外啊 Gimaki 喔 國際金價 也一直在創 歷史新高 Gimaki 每盎司啊 的金價 已經來到 2711塊 2711.79美元 2711.79 喔 那為什麼 Gimaki一直去呢 第一就是 美國要降息嘛 喔 你要降到美金會賤錢 但是 你要降息 你是越來越壞 所以不如 降到金了 喔 第一 中國跟美國啊 啊 的這個競爭 喔 霸權啊 搞得很緊張 所以很多人就避險 再來是 啊 中東 喔 這個 這個 南北韓 喔 也搞得很緊張 喔 所以呢 這個 就 升出了很多避險的這個資金喔 去買黃金 喔 欸 這個 我們台灣啊 六零 喔 所以你現在如果是買賤金啊 要多少錢 要10萬 喔 要10萬 所以他說啊 這幾天啊 最近以來 來賣金的人越來越多 為什麼 都賺到啦 賺到啦 喔 喔 那 啊 這個 其實啊 我以前跑中央銀行 啊 知道說 全世界 喔 的這個 中央銀行 因為中央銀行啊 因為你要 發行貨幣 發行貨幣呢 就必須要有黃金做儲備 喔 不然你 賀賀 賀賀人 整個國家啊 會通貨膨脹 非常的嚴重 喔 好 那可是呢 很多的中央銀行 不是說我買了黃金錢 這個黃金就運回來國家 不是喔 像我們國家的這個黃金啊 央行的黃金 是 啊 放在新店的山上 喔 啊 派遣重兵在顧著 那全世界很多國家啊 的黃金啊 他就直接放在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在紐約 在紐約 喔 的這個 總行的地下室 喔 啊 你 那多少 大概全世界 啊 這個中央銀行 三分之一的黃金啊 都 寄放在 美國 喔 照我的了解 中國也放了 七百噸 在那邊喔 喔 欸 可能啦 我們也是 危險吧 喔 那放那邊 反而安全啊 因為 為什麼 因為你不用蓋一個 啊 啊 啊 那個什麼 火鍋打不去 喔 的這個 啊 地窖 來放黃金 不要小看那個 那個 那個 要放黃金的地方啊 第一個 他的 他的鋼鐵的強度 那個 強度 牆壁的強度啊 喔 不然火鍋打不去 喔 而且 啊 這個 收拾 喔 要很多人 啊 這個 持有 喔 一個人去打是打不開的 喔 要比方說五個人保管 那五個人都來了 才有辦法打開 喔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 這個 進去以後 那個 啊 處放黃金的地方啊 他裡面的氧氣 是有限的 喔 他不讓你進去以後 在裡面能待多久 為什麼 嗯啊 你如果是要淘汰 喔 你要 你養不夠 那你就會死在裡面 喔 沒有時間可以偷 想了非常多安全的措施啦 喔 當然 呃 訓練有數的這個 呃 軍人 啊 守著 喔 再來就是監視器 喔 總是 可以講啦 密不透風啊 啊 一隻 蟒糖 這味道要死就對了 喔 好 那 啊 這個 剛剛啊 講到 中國喔 我們來看一下 國際貨幣基金的總裁 叫做喬治艾瓦 喔 他今天 啊 這個告訴路透社 喔 因為他正在 啊 這個DC 也就是華盛頓 啊 啊 這個 這個 國際貨幣基金跟世界銀行啊 在開年會 那 喬治艾瓦說啊 啊 中國 大道 沒有辦法持續仰賴出口 來推動經濟成長 除非 他轉向消費驅動的經濟模式 喔 啊 他會面臨危險的成長 放返喔 喔 就是不再成長喔 中國大道沒有辦法繼續仰賴出口 為什麼 因為14億人啊 啊 又是世界工程啊 一直生散一直生散一直生散 但是全世界總裁是為納也是有限嘛 喔 喬治艾瓦說 如果 中國維持目前的路線 中期經濟成長 可能會降到 4%以下 喔 他今年就不會達到5%囉 他今年可能只有4.8%或4.5% 喔 明年更慘 明年更慘 那他說 4%以下這樣的水準 對中國來講 將會非常困難 喔 社會 會非常困難 他的意思是什麼 你 人民 不理啦 吃不飽啦 賺不錢啦 喔 他當然不會講得很明啊 喔 而且 中國大量出口 導致的貿易緊張加劇 會變成世界最熱門的話題 喔 所以喬治艾瓦說啊 中國正處在十字路口 如果 他們維持目前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 那會出現麻煩喔 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 啊 這個到達不再是全球貿易 次要因素的位置 意思就是說啊 這個出口全世界都在注意看你啊 因為中國14億人 啊 國民所得1萬美金 喔 他的需求也有限嘛 所以就中國一直製造一直製造 啊 外銷嘛 啊 那結果這樣搞以後 就導致啊 美國 歐洲 喔 等國啊 提高關稅壁壘 來保護 自己本國的企業跟勞工 喔 所以啊 川普說他如果掉 他要給你 剋60%以上中國的關稅啊 喔 這樣 好那 加拿大現在也會跟進啊 喔 電動車已經百分之一百啦 那 川普又說 他上任以後會百分之兩百啊 喔 百分之兩百意思是什麼 就一台車也沒要給你買啦 喔 你本來賣一百萬的 現在要賣三百萬 我問你你哪有競爭力 喔 好 那這個 負責國際經濟事務的 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 叫做辛格 喔 這個辛格啊 他今天說 美國將使用關稅 這樣的限制性工具 來反擊中國 為了主導全球市場 而製造了 遠超過需求的 商品的做法 喔 你們知道嗎 這個 總統叫 拜登啊 他的副國家安全顧問 叫辛格啊 辛格說他也要用關稅啊 喔 不止只有川普耶 因為川普現在還沒有當上總統啊 喔 而且這辛格說啊 中國累積的市場力量越來越大 並且啊 把這種力量 用於影響地緣政治 喔 美國不可以接受 中國產能過剩的後果 喔 那 而且中國啊 這樣 喔 清銷電動車電池 半導體等等 喔 他自己產能過剩 其實他自己也在虧損 喔 目的是要什麼 目的就是要把他統一 全世界的同業說的到嘛 喔 消滅競爭者嘛 現在巴西啊 印度啊 喔 這個各國都已經面臨同樣的問題了 喔 好 這個啊 有關啊 中國這樣的問題 等一下呢 我們再跟大家報告 來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那啊 講到中國 中國的經濟 啊 還是這個非常糟了 喔 欸 這個中國國家統計局 喔 今天公佈了9月份 中國房地產數據 結果 啊 繼續 啊 這個價格還在跌 喔 欸 這個 9月份啊 如果是新房子 一線城市 喔 中國一線城市的 譬如說 上海啦 北京啦 鄉州啦 深圳啦 一線城市 新處 啊 這個 比8月份再跌 百分之0.5 喔 一百萬 又六五千塊 這樣意思 那 這個 這是新處 喔 那是一線城市 但是他說啊 北京 跌了百分之0.7 廣州跌了百分之0.9 那 深圳跌了百分之1.0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是一線城市裡面的 中古屋 平均跌50% 百分之1.2 喔 一百萬啊 路 啊 萬二 那 一線城市 北京路 1.3 湘海路 1.2 啊 庚州路 1.1 深圳路 百分之1.3 喔 喔 中國的房子 還在路 還在路 啊 人民就沒有錢嘛 沒有錢就不敢消費 這是最大的問題嘛 喔 好 那 這個 台灣啊 民意基金會 今天去做一個民調啊 說 熱清德總統 在國慶的時候 他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權代表台灣 喔 你有當意嗎 啊 結果 有當意的人 竟然超過 百分之七十 喔 百分之七十點八 也就是七十一趴的人啊 說我贊成 喔 不贊成的只有二十趴 七十一比二十 喔 那 啊 這個 其中啊 民進黨集集價 九成三贊成 國民黨集集價 五成五贊成 喔 這個 啊 三成六不贊成 國民黨 民眾黨 六成九贊成 兩成七不贊成 中性選民六成贊成 一成九不贊成 喔 那 他說啊 這是一個難得一見的 跨政黨共識 喔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權代表台灣 而且不分年齡層 不同的教育背景 不分省級族群 不分性別 不分職業 不分地區 都一面倒的 贊成賴清德這樣的主張 喔 所以呢 這是啊 台灣社會最強的 有共鳴的主張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權代表台灣 那賴清德啊 那賴清德啊 今天去 去土豐海軍陸艦隊 啊 視察 喔 他說 未來去年 我們要 建造完成 十一艘 千頓級以上的 大型戰艦 他有信心守護 國土海疆 喔 啊 有人說啊 說啊 我們 中華還有一萬兩千噸的呢 喔 他們海警船 他們海警船一萬兩千噸的 賴清德公 我們的成功艦啊 喔 這個應對他們一萬兩千噸的海警船 毫不遜色 毫無畏懼 喔 總是啊 啊 不知道說到底真正劍下去什麼 那 但是以我的了解啦 因為我以前去中國採訪過 啊 我的印象就是 中國的軍隊跟國王部 喔 大家都在搞錢啊 那是 三十年前的事情 大家都在無錢啊 開公司啦 賺錢喔 喔 再來就是他們的貪污非常嚴重 喔 買關賣關 喔 你會記得以前 中央 中國中央軍委會的副主席叫徐才厚 喔 吃錢吃到家裡 整個都現金喔 喔 所以到底他們的戰力怎麼樣 我不敢說他們沒有戰力啦 喔 只是怎麼樣呢 老實說我內心是有問號 喔 當然 這個 這個 料敵從嚴啦 喔 我們來看作說 喔 這個 他們還是有戰力的喔 喔 今天啊 阿共會還派 十九隻的戰機來 其中有十五隻 飛躍海峽中線 喔 另外呢 還有六艘戰艦 繼續侵擾台灣 啊 當啊 爛 喔 我們的總統 啊 這個在國慶演說的時候 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 都贊成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政總統給說馬英九 喔 忽然間說啊 啊 他不幫這個賴清德的新兩國論背書 喔 賴清德在追求台獨路線 喔 說中華民國已經變成他借殼上市的台獨工具 喔 結果無幾天阿共的 就這個 來宣佈環台軍演 結果 馬英九啊 他的言論 竟然登上了 中國人民日報的重要版面 喔 欸 這個人民日報啊 喔 的標題是 賴清德新兩國論 嚴重危害台海和平 哪裡有半點溫和克制 而 內文引用了馬英九 跟馬英九辦公室主任 蕭旭淳的這個論調 喔 意圖借此 以台批台 喔 以台灣批評台灣 這篇文章啊 啊 這個引用馬英九說 馬英九宣稱 賴清德提出新兩國論 引發台海緊張 全球嚴重關切 以成為不折不扣的麻煩製造者 喔 那今天啊 就被人民日報拿來用 喔 說實在啦 這就是阿公的馬前竹嘛 喔 這就是阿公的馬前竹嘛 那就是中國共產黨 國台辦的發言人 喔 完全背棄 台灣 這個 民主 的這個 啊 人民的力量啊 喔 馬英九 好 你有時候 你看啊 啊 這個馬英九的公話有時候阿公的嗎 好 那講到中國 其實中國內部問題應該很嚴重 為什麼 啊 人民就沒錢啊 喔 啊 所以呢 這個 內心又被壓制得很不滿 喔 所以啊 今天啊 發生了很多件 喔 人民去殺官員的事件 來 我們先看那個 欸 十月十六 喔 今天十月十八嘛 就是周日 四川滋陽市安月縣 喔 這個 當警察啊 在扣 查扣電動自行車的時候 車主 持刀攻擊警察 交通警察 結果造成 一個交通警察死亡 一個重傷 喔 別問你啦 我們的電動自行車 請問查告你敢不逼 台西人的警察 不會嘛 到底他有多想起呢 喔 這個影片啊 啊 這個有引起網友的討論 喔 說有個年輕的男子啊 持刀猛烈攻擊兩名交通警察 然後這個男子先把一個交通警察 押倒在地 用刀不斷的這個 刺殺 喔 然後呢 現場充滿了血腥的畫面 另外一段影片 是 一個二十幾歲的交通警察受重傷 勉強 喔 靠著牆壁站著 然後呢 最終 這個不止倒地 周圍 血跡斑斑 但是 有人不安 其他的交通警察到了以後 竟然沒有馬上把他們進行 送去就醫 止血 沒有 竟然只是在現場等待 喔 我也想不到他們怎麼會這樣處理 另外 這是周圍 張 發生在中國的山東省 喔 發生了人民啊 殺官員的事件 一個市場監管所的所長 叫苗某喜 在市政府的大廳內 遇刺身亡 那兇手是一個剛出獄三個月的 五十二歲 嫌犯 他姓王 喔 說因為這個王先生啊 跟這個所長有恩怨 喔 結果 在發生爭執後 持刀把他殺了 喔 我相信 那一定心來非常不溫啦 雖然去王冠 但是在禁錄裡面啊 一定說好 我出來無論如何 我要報仇 喔 大概是這個意思 另外啊 今這個十月十七號 河南省 也發生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喔 根據公安局的通報 講啊 啊 這個 有一個地方啊 發生兇殺命案 兩個人希望一個人受傷啦 喔 他沒有寫得很清楚啦 喔 不過也就是說 其實中國啊 為什麼他的維穩經費 必須超越 國防經費 喔 太 維穩經費 花那麼多錢的意思是 這個國家很不穩定嘛 喔 所以才需要維穩嘛 你想看看 我們台灣啊 一年的國防醫生六千幾億 喔 啊 表示什麼 台灣如果是很不很不安定 就表示我們要編 超過六千幾億的醫生 來這個維持治安呢 但是我們台灣有這樣嗎 台灣沒有啊 喔 台灣的警政預算是編在內政部下面啊 喔 內政部警政署嘛 喔 台灣啊 相對 啊 自然好太多了 但是 阿共的啊 也是要再花很多錢 想要在世界做老大 喔 要把美國押下去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發佈了 中國在南海海域最新的 軍事建設 喔 這是哪裡 就西沙群島的最南端 有個島嶼叫 中建島 中建島 他在那邊蓋什麼 以前以為他在那邊蓋跑道啊 現在才發現不是啊 他蓋的是 啊 這個雷達戰啊 喔 那雷達戰要幹嘛 要 啊 主要是針對 反引型戰機為主 喔 那 而且 是要反 蓋反艦 防空 飛彈 發射車的機動路線 喔 他要做為 南海中的重要耳目 喔 所以你如果是 他有這個雷達戰 說引型戰機 要飛起來 喔 就會被他發現跟掌握 那 所以你就注意看 他這個 內涵就是什麼 南海啊 他非拿不可就對了 喔 剛剛啊 講到這個 這個 啊 中國的治安 日本外務省領事局的局長 叫原本貴一 今天跟中國談判 喔 說欸 我們的南童 9月18號被 都被你殺了 你到現在還沒有交代呢 原因是什麼 調查的這個 啊 報告為什麼沒有給我們 喔 說中國啊 已經啊 呃 表示說 在司法程序 取得進展的階段 就會做出說明 喔 日本修上 石破茂 也跟中國總理李強說 你告訴我 說明為什麼 我們的小孩在那邊被殺了 日本的外相叫嚴巫毅 也跟中國外長王毅說 來你要報告 你要跟我說明 現在啊 日本又派出外務省領事局 那為什麼日本這麼重視這個事情 因為 他啊 發生在9月18號 你知道嗎 喔 918事變 我猜啦 這我猜的 殺他那個人啊 特別選在918 就是要 對中 日本表達不滿 喔 啊 所以中國到現在啊 不敢給報告啊 因為這個有很嚴重的仇日嘛 變成政治事件嘛 喔 那 啊 啊 這個 日本外務省啊 今天對中國說 現在在中國的日本僑民的不安情緒 正在迅速升溫啊 喔 哇 說實在 那日本人入中國啊 不安全啊 不安全啊 你不知道當時要去用台 喔 好 那 剛剛講到中國的官貪污 喔 這個台灣的官也有人貪污啦 不是沒有 可是中國的貪啊 那是你無法想像的貪啊 喔 新華社今天說啊 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啊 喔 以 涉嫌受惠罪 對 前任司法部長唐一鈞 做出逮捕 喔 公啊 他在當 遼寧 啊 的這個 遼寧省在他主政的時候 喔 這個 恒大集團啊 竟然取得了聖經銀行的控股權 所以才造成現在聖經銀行巨額壞賬 你看看這個到底要 因為他新聞裡面沒有寫說他貪多少錢 不過我想 貪的那個錢啊 應該是 應該是嚇死人的錢啊 他說唐一鈞啊 啊 主政遼寧省兩年半 房地產龍頭 恒大集團 竟拿下了中國第九大的銀行 喔 叫聖經銀行的控股權 喔 恒大在聖經銀行啊 暢通無阻 結果造成今天巨額壞賬 喔 然後恒大呢 還留下了啊 非常龐大的爛尾楼 喔 這個造成資金嚴重的斷链 喔 啊 這樣要討多少 我相信 啊 這個集是天文數字啊 喔 中國官啊 好 那等一下也會來講 那柯文哲案呢 好 等一下繼續報告 休息一下 來 這個插播一個消息 喔 這剛剛看到了 就是 啊 中國啊 啊 這個姚明去打過NBA 另外還有一個人叫易建聯 喔 這個易建聯啊 啊 有213公分高 那 他 在NBA表現不是那麼強啦 但是他也在亞洲球員來講算很強了 喔 這個易建聯啊 啊 他今天傳出來 他去嫖妓 喔 在中國 他嫖的是一個跨性別者 喔 那這個跨性別者呢 啊 還拍了易建聯 啊 脫光光的照片 還有這個 他的身份證 喔 顯示那個出生日期完全就是易建聯 然後呢 嫖完之後給了他1500塊美金 這個事情 我看易建聯完了喔 因為易建聯在中國的籃球地位算是高的 喔 喔 想不到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 啊 講到這個 啊 體育啊 今天啦 啊 我們的 前 中華隊奧運 銀牌的 這個 啊 教練 李來發 喔 他不幸去世 講起來他很年輕的 喔 這李來發在台灣的地位也是很高啦 喔 他曾經是我們國家代表隊 然後呢 一直在高院工商棒球隊 啊 這個訓練啊 年輕人 喔 想不到什麼病 這裡沒有寫 他不幸去世了 喔 這個 他 啊 想年才68歲 68歲 古高年的啦 喔 想不到就走了喔 李來發 好 那 那 談到體育啊 國聯冠軍賽 國家聯盟 美國職棒大聯盟的國家聯盟喔 給他打第四戰 那 盜齊隊本來就2比1 領先 這個 大都會隊 喔 那今天啊 第四戰 結果 這個盜齊又贏了 盜齊是 10比2 現在 因為七戰四勝志 所以現在啊 已經聽牌了 大股翔平啊 今天一一開始 就 轟出全壘打 喔 好 那 這個 而且他的全壘打 的球速啊 喔 非常快 因為他打了一支 422英尺的超大 超大號的這個 這個陽春全壘打 那 球速是117.8英里 喔 初速 你知道嗎 那個八大 中球 那個瞬間 送出來了 標誌上 標誌以揮棒的速度 非常快 喔 那說是 季后賽史上 第三塊的全壘打 喔 這個 初速是117.8英里 不得了 喔 那 啊 因為 這個盜齊啊 是 在季后賽 先對上聖帝牙哥教士隊 那 教士隊呢 有打筆修友 這日本選手 還有一個 我記得叫松井玉樹 那盜齊隊呢 盜齊隊呢 有三本遊聲跟大鼓祥評 所以呢 他們兩隊在打季后賽的時候 啊 日本的轉播 破歷史紀錄 日本轉播破收視紀錄 共有1300萬觀眾在收看 日本的人口也只有2000幾萬而已 喔 就超過10%的人在看這個轉播啦 喔 你會看多風通 好 好 那 洋基隊呢 是美國聯盟 喔 他們在打美聯冠軍賽 剛剛講的是國聯 這個是美聯 喔 國聯就國家聯盟 美聯就美國聯盟 喔 那美國聯盟的冠軍賽呢 喔 這個洋基隊已經2比0 贏了守護者隊 那現在要打第三戰 今天啊 這個第三戰呢 啊 守護者隊最後啊 打到延長 然後呢 逆轉 7比5 打敗了洋基 所以現在是2比1 喔 好那 啊 台灣呢 現在也 我們的職棒有5隊嘛 那5隊最後 兩隊最強的 也要拼總冠軍啊 台灣大賽 後天啊 第一次在台北大巨蛋開戰 不要小看台灣喔 去看球的人啊 是爆滿的喔 喔 欸 啊 這個 中信啊 啊 主場嘛 他第一場 38500張票已經賣光光了 喔 第二戰呢 第二戰是 啊 也賣掉3萬2千張了 喔 換句話說 啊 現在至少啊 賣掉7萬張 光兩場喔 喔 至少有7萬個觀眾會進場去看喔 喔 那標示啊 台灣這個棒球熱也是很熱喔 喔 好 那其實台灣的選手也有它的追蹤啦 喔 說起來也很好看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啊 這個 印尼啊 的觀光跟經濟部長說啊 哎呀 他們也想給台灣 這個免簽啊 喔 因為馬來西亞跟泰國都給台灣免簽啊 他希望趕快給台灣免簽啊 喔 印尼啊 公佈了13個國家跟的地區 這個給免簽 竟然沒有納入台灣啊 不用啦 不用啦 喔 拜託的看台灣這麼沒有喔 台灣在140幾個國家都免簽啊 喔 連 先進國家 日本美國都給台灣免簽啊 這標示什麼 標示台灣的觀光客的組織很好嘛 開支也很台風嘛 喔 喔 也不把你們借助麻煩嘛 不把你跳機嘛 也不把你跳機嘛 你怎麼不給台灣呢 啊 看到泰國馬來西亞給了 現在才要給喔 喔 太難過了啦 好那 喔 這個 另外啊 我們來看喔 今天 喔 很不幸喔 因為 總預算啊 今天在立法院的院會處理 結果喔 最後 49個人贊成 58人反對 喔 總預算 第五度 被藍白兩黨聯手阻擋 喔 總預算 那 怎麼辦呢 你這樣一直打喔 行政院長卓榮太公啊 如果真的不得已喔 行政院就要思考 依法 申請釋憲 喔 由憲法 來做公正的裁決 也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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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 中國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大遲到 如果 韓國瑜主持公正的話 預算就過關了 因爲什麼 因爲 中國國民黨跟民眾黨大遲到 所以標括民進黨一定贏 但是 韓國瑜啊 故意放慢動作 喔 這個讓 啊 這個遲到的 三三來遲的人 喔 有機會到現場來表決 喔 欸 韓國瑜 那這樣啊 對他的未來政治協名不夠好啦 喔 欸 美國啊 針對總預算 你知道嗎 美國昨天講話 美國 國防部的官員啊 昨天 啊 在演說的時候 敦促台灣的立法院 支持 國防預算 喔 說美國會運用所有的工具來協助台灣提升自我防衛能力喔 這 講話的人是誰 是美國國防部負責中國台灣跟蒙古事務的副助理部長叫蔡斯喔 他拜託 敦促的意思就是拜託立法院 持續支持台灣軍隊的現代化 提供充足的國防開支 來促進台灣自我防衛的能力喔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 你不給預算 你不給預算 哪 台灣哪有錢跟美國買 買軍售呢 啊 沒有辦法買武器啊 那你怎麼防衛呢 喔 所以 連美國就出來講話這樣 啊 那是說 啊 這個什麼 美國講話也不好 你看起來我講的嘛 啊 藍白就是什麼 就是要交土策略嘛 不要給多少錢做事嘛 把台灣母派也沒關係啊 喔 或者 他再配合老共嘛 喔 好 那 這個 我們再看喔 欸 講到兩岸 今天啦 上次的消息 是陸委會今天說 他們推薦 吳豐山 擔任 海基會 新的董事長 好 那海基會的 啊 副董事長 現在是 羅文嘉 他也兼秘書長 那董事長是誰 董事長就是 這個 金仁寶的這個 這個董 董事長 喔 可是人家做生意很忙啊 喔 許勝雄 人家做生意很忙啊 喔 所以他可以減來而已啦 你也要做一個專職啊 喔 那為什麼找吳豐山 陸委會 啊 這個推薦吳豐山 我相信陸委會推薦 那就是多千塊的藝術喔 喔 啊 因為啊 這個 吳豐山啊 擔任過 智力晚報社長 公事董事長 啊 擔任過政務委員 啊 擔任過政務委員 做過馬英九的監察委員 啊 他都是無黨籍喔 喔 那麼 啊 啊 他啊 明天下來喔 說啊 他曾經 吳豐山曾經問過賴清德 台獨論的問題 啊 他從二十年前就白紙黑字 主張 兩岸分立 和平非戰 共存共榮 互利互惠 哇 同意啊 這樣很好啊 兩岸分立啊 好 那 欸 今天有一個社會新聞 喔 就是 這個 有一個內湖啊 有個十五歲的曾姓少年 喔 他啊 沒有 他一定是沒有假照嘛 因為十五歲而已嘛 但是呢 他今年啊 開他們阿公的車 出去找朋友 結果 喔 結果啊 欸 這個 跟隆西三的人 兩個黨兄 喔 那 他已經被移送到 士林地方 法院的少年法庭了 我說是叫他隆西的人 有夠完央 喔 有夠完央 那好囉 那可是他只是十五歲少年 責任怎麼追究 第一個 他的爸爸 他的家長 得負責所有的禮陪 喔 所以孩子搞得好喔 孩子搞得好喔 孩子搞不好喔 孩子搞不好 你有可能啊 請家當產啊 另外 喔 這個阿公也有連帶責任 喔 這個阿公也有連帶責任 你怎麼可以讓他 有辦法去開你的車呢 喔 那 這個少年呢 我想說要搞得好呢 就是說 他現在人去看他的這個 IG啊 喔 喔 說在IG裡面啊 整個都是飆車的騙子啊 喔 啊 他裡面什麼都跟他的朋友啊 出於飆時速的這個影片啊 去壓車啊 喔 影片很危險 然後呢 他又說自己很厲害啊 喔 十五歲啊 這樣 欸 江東市的 有一個六十歲的 人家在吃飯 腳吃店 五十四 五十一歲 女顧客 六十一歲 啊 的男騎士 喔 欸 你人家都是家裡面最重要的資助呢 喔 啊 還有一個四十歲的女性 啊 四十一歲的女性 兩個都擋胸 喔 這個人家的家庭怎麼辦呢 那今天啊 這個淨捐基金會說啊 喔 我們這五年 無照駕駛 然後呢 造成的這個案件就超過四萬多起 結果造成七萬幾個人犀胸 喔 這五年來 那 啊 啊 這個案 所有的案件的百分之二十二 這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台灣無照駕駛 啊 非常的嚴重 而且有惡化的趨勢喔 啊 啊 就你開車啦 喔 啊 平常啊 家庭就要稍微跟他約束一下 喔 好 那麼 啊 另外呢 我們看到啊 這個啊 柯文哲案 他都有說喔 啊 柯文哲啊 欸 現在看不出來 說到底什麼時候結案 不過我判斷 啊 這個十月底前啊 啊 這個結案的可能性蠻大的 喔 那至於說是 啊 圖利罪 看起來是一定起手啦 因為 曾經擔任過 檢察官的 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 吳宗憲說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 柯文哲會被起訴 喔 那至於是圖利罪還是收賄罪 喔 這個不曉得 但我認為收賄罪的可能性 比較高 啊 柯文哲啊 柯林擔任過 為什麼擔任過 為什麼擔任過 因為啊 按照媒體人 黃偉漢說 柯文哲啊 他那時候 不是 USB 擔任過 他曾經啊 問 吳宗憲 吳宗憲做過檢察官嘛 問說 欸 所以USB如果被破解會怎樣 喔 標示什麼 標示他知道那個USB 就那個隨身碟裡面啊 哎呀 那真的是 藏了太多秘密啊 喔 他知道那如果是被破解啊 他就 他就 他就大事大條啊 所以他不知道要問 喔 好 那 看起來 我認為他被 收賄罪起訴的可能性比較大 不過時間已經 快差不多了 好 那 這個 另外啊 是 今天啊 謝金河寫文章 說啊 要小心川普當選的可能性 好像比較大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要盡心來化解 好 來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